全球瞭望 央广台湾APP 与UDN TV联合直播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仁 大陆才刚落幕的九三阅兵 除了展示各种最新型的武器 最受关注的就是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典礼中宣布裁军30万 对此蓝绿立委都不买账 认为对岸的军力并不会因此而降低 国际上则认为 这是解放军改革 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我们今天来谈大陆的裁军 现场的两位来宾 首先是实践大学教授 赖月圈赖教授 赖教授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资深的军事记者 吴明杰 主持人大家好 我想先请教赖教授 习近平宣布了30万的裁军 大家有不同的解读 尤其是第一个 他裁军会裁哪些部队 第二个裁军他是要省钱呢 还是要把这个钱继续用来 整个把解放军能够做现代化的运用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好几个层面 比较全面的来看他这个裁军 特别是在九三阅兵 这么庞大的一个阅兵室里面 来宣布裁军 其实这个有向国际间 释放出这个和平主义的 这样的讯号 国际间也接收到 因为你裁军都是一件好事情 在国际上都认为 只要在现代的社会 裁军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觉得他的目标达到了 就是说他阅兵 但是他主要是要和平 这个部分我觉得国际上也接收到了 但是如果就我们的第二个层次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释放出中国 他更有自信 也就是说他认为 他周边的国家要在侵略他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在选在今天 其实二次大战结束之后70周年 他告诉说 中国无惧于外地的入侵 任何一个国家 他都不怕这些国家再来入侵中国 我觉得这是他的第三点 那第四点在哪里 就是现代化了 也就是说 他的确因为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波索湾战争 一直到2003年的这个伊拉克的战争 我们看到了伊拉克的军队 海山的军队60万 美国的军队13万5千人 一个月内把海山军队击垮 所以你一个军队 如果没有高度的现代化 技术含量不高的话 你人多没有用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裁军 就是先是人民解放军 朝向更现代化的方向 更迈进一大步 我觉得还有第四个层面 在于提升士气 为什么说提升士气 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军队里面 的结构中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我们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军队太多 非作战部队太多 例如说我们有看到 他有18个集团军 这是属于作战部队的 18个集团军 每个集团军至少有三个师 不炮装 最少三个师 所以还有当然 还有很多特殊单位 很多的专业的 包括通讯的 化学兵的等等 这些特殊兵种在里面 可是这些集团军的军长 在平常的时候也是少将边界 工作量很重 扶那个职情很重 可是还是少将 可是他们的 有28个省军区 这个省军区的司令 政治部主任 都是少将边界 可是他们平常做什么事 他们平常负责征兵 兵员复员 御兵御动员 还有就是平常的办公的 文书的形式 所以你看这个以前的 目前被逮捕的 这个郭伯雄 就是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他的儿子郭正刚 他就把他放在浙江省的 省军区当政治部主任 你可以看到爽缺 所以这样的情形下 就会造成一种 军队里面不公平 而且这个同样的值等 可是劳役相差太大 如果我估计了 他这次猜测 省军区的员额 猜测的可能性很大 就是省军区 军分区 文工团 还有就是一些 营利事业单位 一些行政单位 非战斗单位 裁掉的几率很大 目前传出来说 陆军可能的军官 要裁掉17万人 我觉得这可能性很大 一旦裁掉这么多的陆军军官 17万人的陆军军官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 劳役比较平均的时候 那这样的情形 这个值等就有意义了 所以如果说太多的闲缺爽缺的话 会使这个部队没有士气 没有作战力 我觉得他的裁军 这个部分里面 先裁测的这些单位 很有可能都是属于 非作战的一个单位 明杰 那个刚刚赖教授说 主要的会从陆军开刀 而且这里面 后面有个想法就是 大陆已经不大可能 受到外面的国家入侵 在本土作战了 那有人就接着从后面开始说 其实目前七大军区的这个编制 应该要调整 那是怎么调整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果陆军踩了 海空军这边要不要增加人 尤其是大陆 如果将来的战略构想 是希望跨到第一岛链去的话 那海空军变得非常重要 你怎么看这个事 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赖教授讲的部分 有部分 比如说这一次阅兵 裁军是宣示共军的现代化 这部分我是同意的 不过另外有一个部分 可能我的观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 我认为中国这一次的这个阅兵 反而是他自信不足的表现 你就像美国国防部讲说 美军从来不需要阅兵 他的军力全球都知道 那不需要透过阅兵的方式来表现 那我比较担心的反而是 的确中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他自信不足 那所以要透过军力来展现 告诉全世界说 他已经这个站起来了 那么你看这整个阅兵过程 我觉得极其讽刺是说 前面这个浩浩荡荡有 这个地面27个方阵 空中10个方阵 有这样这么多的武器 这个展示出来 那最后放了和平歌跟气球 所以这样的这个对比是非常明显的 我相信大家对于前面的武器装备的 这些所谓雄装为武印象可能比较深刻 对于后面所谓的和平歌 可能只是花絮排场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当然 共军他要借由这个机会来展示 他的所谓的现代化的进程 那么刚刚其实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主持人问到说 他的这个裁减兵力30万 到底有何目的 我觉得还是有几项意义 就是我们在看一个 评估一个国家的这个军力 包括从几个三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说 他的兵力规模人数 第二个是他的武器装备的 这个科技化 再来就是他的国防预算 那么他这一次宣布 裁测30万的这个部队 我大概简单的算一下 因为中共国防预算 明年增加10% 到达4.5兆的规模 如果按照一般这个 国防预算的这个人事费用 大部分大概占到四成到五成 甚至共军可能更高六成 那么裁减30万来讲 基本上他明年可以多出 5千亿的预算台币来 这样来计算 5千亿他要放在哪里呢 当然这5千亿不可能是 让所有官兵加薪嘛 那我觉得当然很有可能是 他未来会投资在所谓的 他的武器的研发啦 采购啦等等 建制更高科技的这个装备 那么刚刚主任后来 这个提的这个部分 就是军区这个 是不是要整并的这个问题 其实阅兵之前 国际就有一些消息出来说 他七大军区可能不是 像后来传出来说 减并成五个军区 他是四个吧 就是说分东北啊西南东南 等等之类的 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的新的说法 是说可能包括内部的这个 总参还要甚至要成立所谓的陆军 海军总部等等之类的 那么我是认为 如果他裁军的目的 是要走向现代化 那当然对他是有帮助的 因为组织的这个层层架构 反而对于他未来 在军令的指挥系统上面 其实是非常的没有效率的 所以他透过这次裁军 本来就是要提升他的战力 那么你再去新设所谓的 陆海空军总部 其实就像我们自己国军 我们还想要把陆海空军的司令部 把它裁撤掉 因为你不用多一个指挥层级 那么当然这裁军过程 因为可能基层的反弹 或者是内部的 这不同的军种的这个斗争 当然都存在 所以也许到最后 会有一个妥协方案出来 但是从这个举动可以看得出来 未来的中央军委会 他所谓军政的这一条边 可能会抓得更紧 那我想如果真的是有 以他要提升作战效能来讲的话 照理说他应该是不会再跌床驾屋 应该是尽量的精简 否则你就有为所谓军区整并的这个目的 你军区整并的 结果你的这个高师幕僚的单位 越来越多 这是反其道而行的 所以我的看法是 我认为他未来甚至他的作战系统的 这个指挥的架构都会精简 大家说我们刚刚我的问题 其实再简化一点 其实现在习近平要对付的 其实是大陆军主义 因为在过去我们看中央军委会里面 十个军委委员有八个都是陆军 海军占一个陆军占一个 其他你整个决策的核心 当然是有偏调 那你像那种大军区 其实也都是以军区司令员为主 他是陆军 然后其他的海军跟空军 也都是边派在上面 根本没有办法在那主导地位 所以才有人说是不是把陆军总部 能够有个海军跟空军让他们等一个平行 但是刚刚明杰讲的也有他的道理 就是说不需要在跌床架屋 有这样的幕僚高市单位 所以将来会怎么样变呢 现在不只是军令的这个系统 也有人提到国防部可能会有实质的一些变化 就是军阵的这个系统也会开始变了 你觉得针对大陆军主义 会有什么样的进一步的做法 我个人是认为它是一个发展过程 这个发展过程就是说跟你的国家的 原来的落后 贫穷落后 然后到现在开始富有 然后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有关系 之前你比较贫穷落后 你的武器装备都差 你只能够依靠地面部队 也就是说敌人一定到你家来 你只能够把你家当成一个战场 然后让敌人进来 在这个情形下 我要给你打一个消耗战 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 所以我们会发现他们 从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一直到相当相当长的时间 事实上到江泽民时代 都不敢把人民战争放掉 那是代表什么 他们没有放掉人民战争的意思 就代表说 他们认为战场还是在国内 这样的一个情形 可是我们看到了情况在转变了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武器展示里面 武器展示的里面中我们看到了 因为一般来讲武器 就我在巴黎大学 读国防高等研究院的时候 我们所学到的兵器的理论里面 我们基本上就两个概念 一个就是武器 一个就是载台 它目前呈现出比较多的就是武器 载台是另外一个部分来谈 武器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 这些武器84% 就绝大部分都是自制的 通常在阅兵的时候表示的是什么 都是现役的武器 现役的武器意思也就是说 它的新一代的武器 已经在研究单位继续在做了 而且事实上有些已经成模型了 已经开始在试射了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说有更多的 更新的现役的 未来的可能五年十年内 马上又要进入部队里面服役的 新式的武器 事实上现在都在各个实验场 在做各种测试中 所以它现在展现出来的是 现役的武器 现役武器还包括一个东西 我们观察的地方是在哪里 它的国防科技的工业制造能量 所以以一个200多万部队的工业制造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能量很大 这样的情形下 我认为它已经从一种自我防御 已经转上要向国外 要向全球投资兵力的时代了 当然现在还没有到 因为它没有巨大的这种投资能力 例如说包括航空母舰 包括这个大型的运输机 它还有国外的军事基地还不够多 目前已经有一些了还不够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已经朝这个方向在走了 意思也就是说 它未来我们的估计 原来做地区战区防御的概念 开始在脱胎换骨了 原来我的设立 包括不管是七大战区 两大附属战区 就是九大军区 那个都是属于防御性的概念 但是我个人认为 它这种地区自我防御的观念 会改变 它的军队陆军会越来越接近 美军的陆军的格局来做 也就是说陆军变成一个大营区 这个大营区的目的是 一定要跟空军机场是搭配的 也就是说要有利于它的兵力的投送 这个部分里面 我觉得是会慢慢形成 所以军区 你所谓的四大军区也好 五大军区也好 它已经不再完全是一个 区域防御的观念 它是一个兵力集中 跟兵力运用的观念 也就是说战场如果在东北地区 那么就由哪个地方的军区负责 那么在东南亚的地区 是不是就由东南亚的地方来负责 在大西北的地区 也就是以全球的观念 来看它军力的投送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它应该会 陆军应该是会朝这个方向来建构 另外一个部分在哪里 就是说对于海军跟空军的比重 可能也会再增大 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忽略的地方 就是仁武警的角色在转换 仁武警的角色我的观察是 它比较像法国的宪兵 法国的国家宪兵 也就是说法国的国家宪兵 他们是五万个人以上的 以下的城镇 五万人以下的城镇 都是由法国宪兵来负责 它那个城镇的治安 社会秩序交通通讯救灾 都是由这个宪兵来做 仁武警的功能也慢慢的 会接近这些 换言之也就是说 在成平时期的时候 它是协助地方的公安机关 做秩序的维护的功能 也有司法警察的作用 但是因为它的训练 又有陆军的功能 所以它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 它会形成战区的 例如说包括交通要道 通讯指挥管制 还有就是掌握地方的 这些民兵组织的一个 一个地区的国民警卫队 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它也不会完全 朝美国的国民警卫队 因为美国国民警卫队 它还是军人 可是它会比较朝法国的 国家宪兵的方式来发展 也就是说平常的时候 是司法警察 一旦战争的时候 它转变成为地方的 防御军队用 而且保障它的军队的 通过的安全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人武警的角色 可能会更为增加 尤其是在反恐的功能 还有他们的国土面积大 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觉得它很有可能 人武警的角色会增大 然后空军 海军的角色会增大 陆军很有可能 再进一步的萎缩 在未来都有可能发生 明杰 我们时间不多 我想请你评估一下 因为这一次是很大的变化 而且它整个裁军 是要2017年年底前完成 裁军完成大概就整个的调整 整个改革都要到位才行 那难道军队里面 没有反弹的力量吗 或者说你觉得这些反弹 其实都压得下去 我觉得习近平他这一次既然敢 其实他上台不过三年的时间 第一个敢办这个所谓的大阅兵 因为过去都是国庆嘛 那他时间都还没到 他提早大阅兵他也办了 裁军也宣誓了 当然有他的把握 否则我想他不至于做这么大的动作 那么其实内部我相信 就是说其实过去包括各个部队都是一样 裁军有一种是真的是叫他走路 但是他只要是转到武警 他只要还是有 他是给他生存的空间 基本上我想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主要关键是在于军中这些军头 真的比较实质掌握权力 比如中将上将这些 比如说七大军区 你裁到剩四个五个 那你就少了三个上将 我们的金石案都碰到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过去看到国内 包括我们的部队 遭受到很多的阻碍 军种之间的这个争斗等等 但是我觉得 基本上习近平这一次 既然敢这样宣誓 他应该就可以达到目的 明杰我想问 最后就是问台湾目前 你怎么想的 因为老实说 就是在这几年当中 其实情势变化得非常快 明年是会有新的总统上来 那不管是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 他都要面临这个新的一个局面 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来想 尤其是美日跟中国大陆 现在目前的发展 台湾要怎么办 面对中国大陆军力的这个崛起 孙子兵法里面讲得很清楚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善 我们是要防守 所以我们最好 现在其实有慢慢在做 所谓战力保存 把指挥中枢分散化 地下化等等之类 另外我觉得 其实我们的战机 不用买那么多了 因为战机基本上是制空 那当然很多人说 你要抢夺制空权 那我们可以用更便宜的防空飞弹 我觉得应该投资经费 在防空飞弹 制海飞弹上面 那么所谓过去的人提 所谓的这个刺卫战略 那这都是不对称作战 那么哈佛大学有一个学者 他做了一个研究 过去202年 总共200 过去200年的202场战争中 小国 国力相差10倍的小国对大国 如果以这个正面 对正面的这个战争的方式 总共只有2成85的胜率 基本上是输得居多 但是你如果 以不对称的作战方式 据他的统计可以提高到 这个60% 所以我相信 现在当然国防部 某个程度已经在做了 那未来我觉得可以持续强化 所以未来我们的这个军购的项目 是不是你说这个 所谓的空优战机等等之类 大型的驱逐舰 是不是有这个需要 那我觉得说 在有限的国防预算之下 我们应该要优先 顺序的等级把它划分出来 比如说那当然是潜舰 它有一定的作用 那另外我觉得在防空 跟制海的部分 我就应该继续加强 今天非常谢谢明杰跟赖耀寿 到我们节目来 谢谢两位 谢谢